我们临组奉献上的比赛转播 观众朋友接下来将冠出关道的比赛是2019亚冠联赛 东亚区资格赛附加赛的比赛 这场的比赛是由山东鲁能泰山在主场对阵河内FC的较量 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率先的开始了 本场的比赛是在济南奥迪中军体育场所进行的比赛 33号金镜道 金镜道的位置的今天还是出现在了右路 这边的突破 看看格德斯 佩莱做强的作用 可以过来 有机会了 打一脚 比赛刚刚开始了 时间不长 率先的是完成了一脚射门 类似于山东鲁能泰山的球员 比赛刚开始两分多钟的时间 格德斯这边交给佩莱 吴敬岸再做给从边路套上来的张池 两支球队也是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活动 金镜道 直接往前给 从那边配来 再给有机会 格德斯大门 受受的高了一些 格德斯在向主带半投入 最球应该是一个脚球 可以看到刚才这个球 金镜道 但是这球也是由于 一个防守的球员 这球解围没有能够踢远 配来这球并没有选择自己打 相反的将是交球 倒三角再传回给 在中路位置更好的格德斯 半成一角射门 比赛打了现在十一分钟的时间 路套队已经有两次 比较有威胁的攻门了 一次是来自于左边后卫 十三号张池 最后一个就是来自于格德斯 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 九州奥塞尼 二十七岁 来自于尼尔利亚的风险球员 这名球员身体 在这支球队当中 在核内FC这支球队当中 算是最为强壮的 十三号金镜道 定在封界当中的佩莱 在她的身后呢 是格德斯 传起来 佩莱投球 这种进攻 应该是今天的比赛中 陆能泰战队 可能会打的比较多的一个攻势 格德斯再给佩莱大门 这一球 亨内FC的门将 阮文公做出了关键的不救 虽然这个球没进 但是呢 这个战术特点打出来了 高球打过来之后 投球 定格德斯 胸部一停 再做给佩莱 佩莱左脚的射门 比赛打了25分钟的时间 再往里传 佩莱这球呢 能打起来 但是转身再打了 时空的身体的重心呢 已经失去了 但是像今天 面对来自于东南亚的球队 像佩莱啊 这种 有六支代表 中超的球队 来参加亚冠的比赛呢 五支阵都是取得的胜利 又是找到了佩莱的头顶 这球似乎应该是一个角球 基本上是一个相同的位置 左脚 将球呢 直接打入 奥塞尼 再传 危险 球进了 场上比分呢 变成了1比0 合内FC呢 是率先取得了 比分上的领先 进球的是球队的队长 10号阮文决 上场比赛达到39分钟 合内FC呢 率先取得进球了 再来看一下 也就是前场的 枪枪抢下来之后 远端 远端后面呢 已经没有人看了 这样的话呢 让阮文决呢 打雷脚凌空 这球呢 距离比较近 汪大雷呢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关系 比赛的时间呢 还有 目前呢 是一球 领先于 山东 落能泰山 好 我们也让你一起呢 稍事的消息 在15分钟之后 再一次回到 济南奥迪中心 体育场 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下面比赛 刚一上来 率先呢 是进行了 人员方面的调整 品率 速率上来讲的话呢 都是不大一样 刘军传上来呢 就是一次犯规 19号 阮光海 和联FC呢 有着小越南队支撑 那么这一支球队呢 目前呢 在俱乐部当中 封线当中的 奥塞尼和 这20号奥马尔 法耶 这两名球员呢 是较好的 弥补了国家队 没有高点 没有强壮型的 封线球员的 这样一个特点 看到菲莱尼 菲莱尼呢 今天的比赛呢 并不能够登场 那下场比赛 通过这个手包球 是不是在中场的时候 李肖峰也是需要球队呢 在中场 能够有一些过渡 去了戴林的犯规 90号奥塞尼 27岁 来自于尼日利亚的 封线球员 远端 浩俊敏 卸下来 边套上去 再往里闯 有机会 投球 接下来还有机会 派来赛打 打在了防守绝的身体上 浩俊敏在往里传 佩莱 接下来 转身打门 受受高出 下场可以看到 下场打了这个十多分钟时间来看的话呢 鲁能队的两个边 现在能顶上去了 这样的话呢 在中间 配来这种乔罗宝的作用呢 就能够显现出来 而且在体能方面 相信战斗鲁能 泰山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啊 应该说也是有优势 浩俊敏 好球摘出来 进行到 张驰在快速套边 这球呢 给佩莱 看看这球 核内的球员 实际上手上呢 也是有动作的 这才办呢 认为呢 没有问题 投球顶到中间 减肥踢空了 打门 球进了 仗仗比分被扳平了 进球的是刘军帅 仗仗比分呢 被扳成了1比1比 刘军帅下场比赛 踢普上场 抓住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啊 搓进来 刘军帅将球呢 顶到中间 这个球呢 也是由于 赫尼FC的防守军 16号转程中啊 解围的时候踢空了 刘军帅机敏的拿左脚的一个弹射 还是浩军帅在中场的锁着 进行到 搓进去 投球到中间 解围踢空 刘军帅机敏的将球呢 打入往往 1比1平 比赛的65分钟 开进来 能将双拳击出来 背身 刘军帅 这球呢 再传进来有机会 投球攻门 漂亮 球进了 2比 场上的比分呢 变成了2比 配来 空霸的作用 再度的显现 确实啊 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 努盛帅慢慢地 接管了比赛之后呢 两个边能够打开了 这样的话呢 在 风险当中 配来的这种风霸 空霸的作用 就可以显现出来 再来看 还是在边路 左脚传进去 投球攻门 进行到 观察之后 拿拿自己的左脚 助攻配来 反超比分 派了两名教练呢 到现场呢 去来观看 这个对手的一个特点 另外的话呢 在训练当中的时候呢 也是把这个训练用球啊 变成了这个比赛用球 比赛打了80分钟 战总统能呢 现在呢 是2比1领先于 混联FC 本场比赛是 一场定胜负的比赛 好球拿下来 下来之后有机会 打门 出现了3比1 基本上是锁定了比赛 刘冰冰 刘冰冰 刘冰冰冰冰在马一达 这几分呢是变成了三比 下半场比赛 换上的这个球员啊 刘军帅和刘宾宾宾都进球了 比赛已经来到了86分钟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是锁定了比赛 再来看 他是大脚呢 找赔来的头顶 头球蹭下来 进冰到 刘宾宾宾的射门 半转身的射门 打得很坚决 李肖鹏也非常的激动啊 球队呢 踢了下半场比赛 逐渐的接管了比赛 有军帅 给啊 过他 一个人就封过 脚跟 再领过来 再打 有机会 哦 球又进了 4比1 周海斌 下半场比赛换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进球了 4比1 比赛没有全界了 战斗鲁洛泰山呢 可以进入到正赛了 这边金晶道怎么了 再来看一下 多打少 金晶道这边 小阵就分过 配来叫格里科 周海斌的打空玩 周海斌的打空玩 好的 好的 我们在前方的解抽评论部分 就是这样 前方的解抽 是由李陈铭 为您所带来的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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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